1月3号 上海中山 同仁等多家医院依然挤满了人 走廊大厅躺满了依赖氧气钢瓶的病人 只有一个窄窄的通道可以让医护人员通过 上海瑞京医院副院长陈尔珍向陆媒表示 上海染疫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七成 同一天 法新社记者在北京医院的急诊室 也是看到了满满的病人和家属 路透社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共官员 公开中国疫情真实数据之际 中共官媒正在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人民日报引述某专家指出 北京就医的染疫者中只有4%属于重症 他就是赌这几个月内 让尽可能的中国人能阳尽阳 然后把中国人的集体免疫给推到一个顶峰 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让他过去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中共自己能够控制的 这个病毒在这几个月里面会不会激发出 非常可怕的致病性的这个病毒 这是他根本不考虑的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政治大赌博 12月以来 中国各地殡仪馆大排长龙不堪负荷 但中共通报的染疫死亡案例却出奇的低 1月2号三例 12月28号到1月1号每天只有一例 令中国网友感到可笑与荒谬 身边染疫亲友就超过了中共公布的数字 新唐人野太电视高炳莹张瑞珍综合报道